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来发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是 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不当 大家发思一番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一点的解决方案 和建议我们香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特首或者你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处境之下,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节目 其实都不是最新的了 过去几年都滚酿了一段时间 就是香港电影事业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了 香港的电影是曾几何时 或者十多二十年前 是每年制作很多的 差不多是可以排全世界排第二的 仅次于印度的 那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近年香港的电影 那个似乎是日前衰微的 那也都甚至乎是最近 要政府就直接出钱来资助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那个财政预算里面 政府打算用三亿港元 是资助这个电影事业的 那但是当然了 这个是什么一个好的方法呢 那香港电影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因此而解决到呢 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就请到一位 在电影界呢 是一个很资深的电影工作人员 那他是胡伟诚先生 那他也是在留学日本和法国的 那也都是香港呢 在电台啊 电视界啊 那做了很多年了 那最近他就很多时候 都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在那个大学里面 是教授有关电影制作的工作的 那同个制造节目呢 也都是有我们一向的金蕴盈先生 那好了 那胡伟诚呢 我通常叫Ray 或者我们这样用Ray 简简单单去讲讲 那Ray 我们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那个节目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 希望问那个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呢 那就是要搞到香港要出 政府要出钱 那就是很明显有个问题了 那你能不能够简简单单解释一下 就是香港的市场 为什么会低微呢 那我们是政府用这个策略 用钱的方法呢 是不是你觉得会不会真真正正 就是救到这个香港电影视呢 其实讲回 其实业界和政府呢 其实都是1997年之后呢 都商讨过很多东西的 其实政府都有做过东西的 譬如我们在98年呢 就成立了什么叫电影服务统筹署 就帮助我们业界以前就说 拍戏你去租地方啊 封路啊 其实以前是很难的 我们是偷鸡的 那现在呢 他就帮助了 希望呢 这个统筹署呢 就帮我们负责 你来问我啦 租政府部门的地方 或者我帮你封路 是 发牌 比如什么叫发牌呢 就是爆炸 我们发牌 以前是偷鸡的 那现在全部呢 就正统化了 那你们等这班人呢 做事也会方便一点的 嗯 那在99年呢 他就成立了一个叫电影发展基金 发展基金 那基金来做什么呢 就是帮助呢 业界去 将一些人的专业水平提高 譬如说 你们是行内人的 你可以读书 政府给你钱 譬如说 一些科技上的 譬如说3D啊 Animation 譬如说我们开班 或者找一些人 和你们去商讨一下 然后去搞一下影展 都会用这笔钱去做的 好了 之后呢 又搞了叫做电影发展基金 电影贷款保证金 贷款 大概什么时候 这个是2003年成立的 2003年成立的 这个就是 其实之前都有的了 其实不是这样做法 但是正式就是用贷款保证金 来做 譬如说 我不够钱拍戏 其实现在大家行内 我经常说一句 我不够钱 因为电影是用钱去做的 所以大爆炸 场面 飞车 特技 好了 我没有钱怎么拍呢 就是融资问题 其实我们电影业 很多年 在1999年 已经开始 和政府沟通这件事 希望政府去干预 因为我们在国英政府的时候 就是说明的 不干预的 你电影呢 自生自滅 但是很厉害 香港人呢 你不理我呢 都会搞得很厉害 是的 但是现在怎么知道 你越干预呢 你越做多事 怎么知道现在变成是 没有用了 越帮越忙 是的 那变成是电影贷款保证金 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它本身是好的 但是 无奈地 那个贷款的批准 批核 是归回银行的批核 那银行 这个风险评估 你不好意思了 你百分之七十的 譬如我要这套 五百万 麻烦你有百分之七十 你才可以来申请我 这个贷款保证 基金 那它 即是摆低七成 即是你要 显示到七成的 制作费 接着再另外借三成 没错了 但是告诉你 很麻烦的 它又要你什么呢 又要出很多 保证书 譬如原片保证书 可供抵押的资产保证书 即是砖头 銀行的保证证明你有多少钱 所以现在这个贷款 来来去去 只有几年了 三四年了 只有十九部电影 拿过这笔钱 全部都是大的公司 譬如我们 譬如一些新的导演 我是新导演 我想去投资 不行 我想去借钱 不好意思 你有抵押呢 这个银行就会给你了 但是呢 政府的50% 其实是保证金 政府说 你这间公司 如果他们没有 还不到钱的 用这50%去抵押 其实保证金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都不是干预的 其实是不干预的 它只是做你保证人 所以业界 在尤其有一个 你有没有听过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 这个是私人的 OK 即是 好像是 跟着那个 即是现在 进行着 那个 电影节 在里面 找投资者 没错 这个其实都是 香港发展基金 给钱去搞的 但是 这个会 好笑 中间人 它只是 它的概念 就是 找一些好的 投资者 大家混合一起 有计划 但是 它这个投资会 只是介绍你之后 所有中间 它不参与 它只是 麻烦你是 你是导演 你有个好的剧本 这个就是 什么电影公司的 那你两个不自己谈 中间人 不关我事了 那 帮助什么呢 那它拿 在电影发展基金 拿钱来做什么呢 其实很多 香港发展基金 很多钱 白浪败了 浪败了些 不应该败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 应该的 但是你说 是否 很应该呢 我又不敢说 你说很不应该吗 看个事 究竟你怎样看 那件事 那你说 它基本上 它是做一个 保证 就是 万一如果它失败 那一半钱 政府就会帮你赔 那它其实 它过去 能够借出的贷款 十九部电影 主要都是大公司的 全部大公司 那它根本上 是未曾需要 就是拿钱出来的 就是做个抵押 它未曾做过 那好了 那你发展基金 你说它用了很多 无谓的钱 那就是 好像说 投资一些公司 就做那些 培训科程 培训科程 那些方面 接着就搞很多 一些讨论会 招请很多人 来做讨论会 例如它给很多钱 去国内 请人来香港 开个讨论会 如何大家投资 其实 在道理上是合理的 但需不需要用政府的钱 就是纳税人的钱 是啊 譬如我是某某电影公司 我有钱的 我都自己可以搞 是不是 我不用用政府的钱 去搞这些东西 譬如说 好笑的 譬如说 培训人材 数码 动画数码 讨讨训班 政府就给了几百万 但是 香港生产局 它收钱 即是你来讨训班 都要收你钱 原来它是买器材的 即是生产力出众局搞的 是 用香港电影发展金钱去搞的 但是又收回那个学员的钱 有没有discount 当时 有的 他就说给外面便宜 给外面便宜 当然啦 遵照少少 遵照少少 其实它不可以 但是这个数目不小的 还有香港 譬如说搞了一个叫香港知识 你有没有听过呢 香港知识就是 这个 用这个发展基金 三百五十万 搞这个宣传 在外国 告诉人家 香港电影是怎样 播香港电影 好像跟天马南一戏 当时一戏搞的时候 在外国去宣传 香港电影制作的环境 是否叫香港来拍 还是香港电影去外国播 他就不是的 他就变成了一个地方 譬如说去三藩市 香港知识 他就拿这些钱做什么呢 放些香港电影 跟着爆些BOOF 给你看看香港的东西 宣传 还有在电影雜誌 买的广告 跟着就做一些媒体宣传 那就用了三百五十万 其实是没有东西 阿雷 我听了你刚才这么说 我有个看法 会不会政府 拿纳税人的钱 出来 美琴如荣 好像说 海南真心誠意 想搞好的 但是呢 有一班人 看到有一块这些钱 就迎合这些官僚的需要 而去直着 唉 又有 正所谓又有餐吃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你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说他们本身的目的是好的 出发点是好的 但 当中有多少人好 多少人不好 大家不知道 他们的理念是对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一样 因为我们业家 之前做了一个报告 叫做振兴香港电影业 电影工业政策报告 其实都有提过 我们有几样东西要想做 其实这个报告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有建设性 例如说 其实真的香港少了一些叫做人才 人才 人才培训是要的 市场 我们已经萎缩了 怎样去推广香港的市场呢 跟着 还有怎样去融资 这三个东西是对的 是要有的 但是 是不是用政府钱 用那麽大的钱 或者 香港其实有很多大公司 我们不要说名 大家都知道 现在离开了几间公司开戏 那些公司其实 它都是很多大陆资金的 它们不是香港资金的 它们其实如果要做 就是都做到 为什麽以前不干预都可以做到 现在反而有那麽大的钱 做不到呢 其实 你说做不到又不是 你说 其实香港在外国的水准是提升了 人家知道了 香港电影是什麽 但是 如果 我说一句 你有好电影 你需要宣传 做了 你有好电影就可以了 其实是 现在离离去的问题 钱就用了 还有一个东西 香港电影发展基金 给了一个不钱 给编剧会 去尋求 开个班 编剧训练班 这些剧本 其实正想着去卖 首来之后 去卖给外国 不好意思 一份都卖不到 这个是何时发生的呢 应该是几年前的 香港经济具差 是的 是一个都卖不到 我不敢说 别人是水准问题 可能是题材问题 对吗 是否迎合到外国市场呢 即是 政府的 政府的钱 撥给这个会 去搞一个课程 是的 希望训练班里面 训练人才出去 一些剧本拿出去卖 其实以前有些电影公司 有的 其实外国和你电影公司 其实是找香港剧本的 有的 有的 一向有的 其实这些剧本 不需要给外国 好像香港的电影界 都可以用得回 绝对是 但居然连行内都 都没人要 那那个无间道 是不是这个例子 成功例子 非常成功 无间道 是刘寅自己去写的 其实我可以说 一个好剧本 你不用去这样做 你有好剧本 已经自动有买家 真的 我不输你 浪费那么多的钱 你做不了些什么 反而你浪费了 我就说 你这些钱不应该这样用 没有做 香港有钱 不是这样做的 你应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做 听你刚才所说的 香港政府 纳税人的资助电影发展 是1997年已经开始做过很多东西了 是 是 就是做到今时今日 最近出的那一招 就直接说 3亿 那这3亿 据我所了解 它就会 参与大概 整个制作费的 30% 亦都指明是会被那些中小型的制作 就是不是 因为可能 你刚才所看到 过去19部电影 大大公司拿了 也可能 他们从中学到 是不是 我们过去的做法 只是给大公司得益 就做不到 他们当时的预期 希望大家都得益 即是给一些新进导演 有这样的资源去拍 其实当时的理念是这样的 当时的理念是说 给一些新进导演 因为 现在你看到 青黄不接的 整群导演 现在开电影 全部都是那几个大导演 现在全部都是 青黄不接的 还是那些气路 他不敢转 是 青黄不接的 现在大家在讲的一件事 其实我现在在教书 我经常讲一件事 其实电影 你需要有新血的 包括思维創作 包括你的镜头概念 包括你自己的所谓的 high concept 去哪一道 即是 旧的一批导演 当然他有水准 比如说 拍开动作片的 拍开警匪片的 即是拍开鬼片的 当然他有自己拿手一套 但不好意思 看一套 等一看三套 是不是 你记得日本 说日本 你什么都有 日本青年人拍电影的概念 非常之厉害 第二件事 德国 蘇联 现在俄罗斯电影 是开始 逐渐打荷里活电影 开始 现在外国很多市场 开始都在留意俄罗斯电影 创意新 拍法新 他们的市场 又会认合到荷里活电影 我们香港为什么做不到呢 创作上的东西 技术上的东西 不是说 曾荫权 他说过 我们投资 看见到功夫 很厉害 3D 香港电影发展基金 拿钱出来 搞一些特技训练班 以后全世界的特技来香港做 不好意思 那个功夫是周星驰先生想的 概念 都是为了创意很好 是 创意 不是特技 特技到处都去到的 是 有钱做到的 是 但他觉得 譬如说 当时在发展3D制作 特技的制作 因为我最近在特首竞选 辩论 他提及 数码港里面 其实就有很多这些公司存在 数码相机就有 其实里面有很多 但是 不便宜 他跟外面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不便宜 不便宜 我为什么要去呢 我做制作人 我都会选择去泰国 或者去台湾 因为比香港便宜 就是做这些特技的东西 是啊 大陆都便宜 大陆都便宜 大陆的水准非常之高 是啊 其实那班是香港的制作人 大陆CG是一群香港的制作人 大陆CG是一群香港的制作人 去了开荒牛 例如上海 一群的 我自己拍广告 我都在上海做Animation 他比香港便宜 但是你说 他们没有的 你要很清晰的概念 告诉对方 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总 operator 那班都是香港人 是啊 其实那班香港人都在开荒牛 因为香港找不到食 因为我都认识幾个 做Animation非常好的朋友 去了上海开公司 没办法 香港你租贵 第一 电影少 不好意思 是电影少 现在一年只剩下五十多部 五十一部 五十一部 还要是 大部份是 现在所有的独立制片公司 都没有了 以前有些所谓打单炮 我一年拍两三部 sorry 没有了 真是不好意思 他们没有资金的run 但是投资一部电影 三四百万是很平常的事 宣传费 好了 宣传费 为什么呢 其实电影的制度 比如说 为什么要上画呢 因为在市场上 你要上画 卖片 你才是电影的 如果你没上画 他买卖片的过程又低了 价格又低了 他要见你有报纸 有海报 证明你上画 所以以前有没有留意 有些电影很差的 上三天 他都要撑三天 下画 这是规定 上三个画 有报纸卖过 你买卖片的过程 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那些 他们看 咦我上过画的 有报纸 有海报 那他买卖片的 cost 又高一点 是电影 如果不就是DVD市场 他当你没有上画 所以价格又低了 是 好 好了 最近出了三亿 你估计这三亿 这些钱会如何花费 你预期有什么发生 用这笔钱 其实他们就说 因为之前香港政府不干预 现在就开始干预 作为投资者 我想他们要开始在剧本上找到好东西 还有可能会把钱放在创作上 因为之前剧政府都想做这件事 想找好的创作剧本 因为一剧资本 一剧资本 一剧资本走不掉 可能我觉得他们应该将钱 放在剧本 找好剧本的过程 他过去做过 你说他过去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 但结果他们创作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成功例子 他不是说没有做过 已经做过这方面的支持 但都不行 其实我说回 我自己纯粹个人 因为我教书 我发现一件事 其实所有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想走出 做电影的第一步 是非常之困难 可以说是没有机会 香港电影 其实为什么会称王不叠呢 就是 我一直叫小圈子活动 是 譬如说 你原生可以做导演的 我是大导演 我找你 你做导演 我是老板 你做导演 可以的了 现在你看到很多 其实 无端端做导演的 其实是这样的 譬如有些演员可以做导演 他没有读过 在荷里活来说 其实是一个制度 你做导演 不好意思 你一定是讀过电影的 有理论的 因为什么叫做寫实主义 什么叫做 很多主义 你要去想 摆下去 嗯嗯 其实表现主义是什么呢 我有些东西 在电影里面可以表达出来 你没有读过 只是做一样东西 拍 分镜头 没有了深度 包括在创作剧本过程都是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读电影 读这么多年呢 很多理论 我们要理解了 原来电影是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有些什么 要摆下去 变成一个非常好的 譬如你看 黑澤民电影 有信息的 很多东西讲的 是 好了 现在香港的年轻人 很简单 你问他 谁叫高达 谁叫废里尼 嗯 没人认识的 高达他 以为玩了玩具 是 那些是非常有名 有名的导演 不好意思 艺术成分高 我们经常说 香港的电影 艺术成分非常低 你说 譬如有个 王家慧 他拍艺术电影 可以说是艺术电影 因为他都有一些 例如他摆了一些德国的表现主义 其实他有的 艺术成分高了 好了 譬如说 其实 我们要读电影 就是希望 每个剧本 能够有水准 所谓水准 是被人看到 有话说的 有些是有深度的 那我们香港导演 现在香港的剧本有没有呢 sorry 没有 爱情片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的 两个的 可能开台吵架 跟着有些误会 就好了 动作片一定是 有些枪都不开的 丢下枪 打吧 因为他计算分钟 因为在买卖片的过程 是要计算分钟的 你要over多少分钟才是动作片 所以片商 和一个非常之问题大的 给有些 不是说全部 有些电影的投资者 他是不懂电影的 他是生意人 他第一时间看什么呢 有什么演员 动作还是爱情 有没有重上戏 会打多久 跟着问另一个监制 买去哪里 去哪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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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不合这个演员做 不知道 不需要理的 剧本说什么 不需要理的 也有些 做些什么 例如说 我是买去印度 印度最好是动作片 蛇片 鬼片 最卖的 大家有市场分布 他知道 大家买卖片 知道 我只注重这几个东西 我找一个 类似李小龙的人 去拍全部 李小龙是 翻炒 去到的了 四五百万 就买去那里 其实 现在这些 他们不是不好 这是生意 来的 其实电影 我不是说 不是生意 是企业 你应该把它变成企业 看法不同 因为荷里活电影 是企业 不是生意 一个娱乐企业 是企业 很大的 人家六大公司 譬如说 华立 Fox 的士尼 梦工厂 CNN CBS 是联手的 大家把这六大公司 控制了荷里活的 所谓的片源 包括 今年拍什么戏 拍的一套 他的市场 不可以over 譬如我们今年 五套动作 两套爱情 三套喜剧 其实大家是combine 做的 因为大家是分饼 就是他们做得很好 市场不可以泛滥 不可以太多 你个个都不受控制 其实他们大家都猜 市场有些什么 他们就预计了 这些观众不会爆 不会爆到 我想又是那些 在两套动作 突然间会有一些爱情 有些喜剧 其实大家是分饼 还有他们有 product placement 其实大家是现在 为什么企业 他将所有东西 变成企业 是什么 我要是有后面的东西走的 不只是上画 下面还有product 还有产品 这些就是企业 这是生意 去年2006年 只是美国全年电影业的总收益 是900多亿美金 包括product 当然 是900多亿 香港多少 几亿而已 好了 你刚才提及了 香港的人才这方面 其实是一个问题 但我也知道 早年的香港全城时期 其实电影界都没有什么真正正正专业的人士 好像你说的 老板说你做导演 你就做吧 都可以的 当时其实也做得不错 都是挺成功的 好像邵士都赚很多钱 好了 但今时今日 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继续 原因是哪里呢 以前成功 集牌军 炒炒集集都可以 但今时今日 我们这套东西不行了 我们需要多些专业的人才去做 是否一分别呢 一分别是哪里呢 事势变了 好了 怎样变 其实 现在 以前的 70年代 80年代 大家在想的一件事 是 娱乐有多少 卡拉OK 未行的 DVD未行的 还是LOD 或者是带的 那 有得 买得起 DVD机 不是 所以买得起 LOD机就不多 好了 有什么娱乐呢 看电影 那时起飞 20-30元 大家看电影 百花齐放 还有以前行明星制度 以前电视台没有那么多明星见的 你要见明星 麻烦 只是电影 现在不是 这个明明是TVB出来的 为什么又在这里 大家乱了 走乱了 还有以前你没有见很多明星 在电视台出现 没有的 你要见大明星 真是Star 麻烦看电影 才能见到 你去捧 好 接着现在有DVD 其实现在呢 做过调查 其实有个政党 我看过上网 有政党做过调查 现在平均年轻人 入戏院 是非常之少的 以前 我在外国看过一个数据 是平均年龄25岁 看电影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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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经常说一件事 其实我们电影的市场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少年 我们要捉这个心态 捉不捉到呢 未必捉到的 它太多娱乐 网上又有DVD VCD 对吗 又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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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捉到他的心态 捉到他的气院 非常之难的 嗯 你要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要了解到年轻人需要些什么 阿Ray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好 一会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 在他家里 就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 28824848 好 又回到你 香港出路 阿Ray 阿Ray 刚才你说的那个点 即 即 即我都认同 即 现在实在太多娱乐 嗯 那就 即如果你要 现在的观众呢 即 即 在两个钟头里面 坐定定 在戏院看戏呢 即是很困难的 因为在互联网 即 即是 那么多的 下落 哈哈 如果你说 除非那部电影 真的很棒 即 即 才愿意花一百几十 去坐定定 两个钟头 否则 我宁愿看巴士阿叔 那六分钟 至少先笑一下 是啊 即 实在太多娱乐 那 其实这个困境 是可以怎样去 其实相对上呢 其实成本是 大了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 年轻人的要求高了 其实不是年轻人 观众要求高了 大家的教育水平高了 第一 他可能会觉得 外国的电影有度比 有5.1 立体声 那样东西 香港电影做不做 都要做的了 第二 你有没有animation 我们香港 其实不是香港 其实河里会很厉害的 是荼毒大家的 给大家看很多animation 变成大家 没有animation 比较了 六十元 这部电影有animation 六十元 这部讲爱情片 什么快乐 坐在那里 看两个人走着走着 那我看什么呢 我看animation 就是大家的 enjoy 因为 其实电影是视觉 和听觉的享受 其实我们要去了解 究竟一个作为消费者 他给六十元 其实他有东西想拿我的 除非你有东西给我 包括视觉上的 或者是听觉上 或者是思维上的 那香港电影有没有呢 有的 久不久都有这些电影 多就不多了 我刚才听到 我讨论了半个小时 我都看到一个问题 香港电影界面对的问题 就是现在一般人看电影的要求 水准高了很多 因为他真的太多其他的选择 但你同时提出了 香港人才是青黄不哲的 今次今日都是这样 政府不是说在这方面没有做过 曾经开研讨会 开班 给一些钱 这些公司 在科技方面 3D方面 animation方面 香港都可以有这些 技术的能力 但先提及 如果香港用这些服务 是比中国贵 比很多其他轮近国家都贵的 我们现在再继续扔那3亿 这3亿会怎么用到呢 他已经撞过这么多次板 过去1997年开始 资助不同途径的做过事情 都没得 我亦都知道 好像说韩国 韩国的片 以前我们香港人听都没听过 但最近亦都很多好的韩国片出现了 我亦都听闻 因为韩国政府在那方面 是大量投资到很多钱的 给我一种感觉 韩国 由一个直直无名的电影事业 变成 可以说走出去 离开本土 离香港买 甚至可能很快去到外国的市场 都是因为政府大力之所 既然是这样 我们香港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人家都是这样 令市场又轻盛了这么多 香港这条路应该都正确的 但我亦都知道 最近这3亿的资助 亦都很多人反对 最近好像在新假期 有一份文章 艺珍 艺珍是写的 他说 坚决反对 他怎么说呢 他反对的原因在哪里呢 最主要 这个基金 会有两类人去参与 这个电影发展局 如果成立 一类是局外人 一类是局内人 是被市场淘汰的局内人 他和政府说了 王明平说 资助钟小盈 好了 那你 即是说 会有很多这类人 会为了申请而申请 就 专拍钟小盈 危陣的看法就是 专拍钟小盈 直接拍死这个基金为止 那就是得个搞之 我同意他说 他也提出了一件事 这些是他可能 他行内人知道那些人的工作心 他说 过去在电影界 很多电影工作的人 就是找那些投资者笨的 总之你出钱 就当你好像是水雨 当你这样来看看待的 钱就帮你用到尽了 结果制出来的东西 是不成气候的产品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市场的气氛 过去是这样的 现在跟着有一个重大的水雨 政府的大水雨出现了 那这班人过去就是这样玩的 游戏 跟着就跟政府玩 政府更容易 因为处理这笔钱的人 正如原来他分析 是两大类 一是行外人 可能那些 accountant banker 商业上的人 看着这笔钱怎么去用 还有一些是 行内失败的电影制作的人 没有工作 自己不能够在这方面发展 就做这些所谓官僚的委员 所以这些人做出来的 派钱 就很难会成功 危震的看法就是说 很简单 就是实际操作 那他拿了这些资金 那就照拍咯 那你拍 那你有笔钱的 起码 起码先赚了 虧本 只是阿公而已 其实在两个星期前 孙柏文在这里都有强调歌 跟阿威振说 都很相似 他说 如果你说政府要资助电影的投资 那我拍短片呢 那我拍短片 你可不可以接藏我呢 其实有的 香港艺术发展局有的 但他这里 他这里没有讲 但我告诉你 其实我同意他说的 其实最主要一个点 是 兵班人去批的 最重要 就是 你根本是小圈子 里面都是 你去那班人 我批给 香港艺术发展局 曾经 我真的点名说的 你去批给那班人 你回到上网看 你去那班人拿这笔钱 即他懂得玩游戏规则 他懂得写个proposal 你一班小朋友 你说要去写 他们不懂写 不好意思 那班沈月批文 那班人都不是这些东西 已经不批了 那你说真的 你上网等 你去那班人拿钱 三十万 三十万 二十万 四十万 都是这样拿的 那你说可不可以有些人拿 不好意思 有些人拿不到 因为你不懂玩游戏规则 你这个所谓的电影发展局 你给这笔钱 等于香港电影发展基金 兵班人批 又是小谦署那班人 你认识我 或者 好像你刚才说 一笔钱都可以这样拿 你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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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你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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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怎麽搞 他根本不知怎麽搞 其實這個概念一早有講過 但只不過是誰負責統籌 誰負責審批 誰去審批 袁醫生你去審批 老實說你個個都不認識 看劇本 但他又說你不認識電影 你不審批 其實我覺得 需不需要認識電影 你覺得劇本好看 你合理性的 我經常講一件事 等於我教學生 你第一時間給我一期審批 好不好 好之後我問你 你怎麽拍 你過程裏面已經很清晰 這個人是否懂得拍戲 但官僚會怕負責 沒錯 現在他們都是負責 而且現在經常怕被人廢 為什麽你給張三不給李四 所以 我一樣拿得很緊 一樣是廢 所以我跟魏鎮說得很對 我完全不同意政府干預 給了什麽三億 要有錢 一個好的劇本 一個電影投資公司 都會投資 譬如我去某大電影公司 我的劇本很棒 其實現在連這個劇本 都入不了 因為很多是關門找劇本 我的學生可不可以 扔上去某某電影公司 不好意思 沒有人看你 即是他連審閱都不會審閱 放在櫃桶底 告訴你 我曾經在電影公司做過 不要說什麽名 他們是的 通常是老闆說 我這期想開什麽電影 你有收劇本回來嗎 有 放在櫃桶底 到時有某某監診 有個類似劇本 到來聽聽 都不適合 改一改去 我不需要這件事 其實他沒有給機會過一班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這三億是怎麽做呢 其實有另外的方法 第一 可不可以把這三億 是真的 好像之前所謂所說的 我是 所有 年輕人 所有人 讀過電影也好 未讀過電影 你有概念可以了 你扔一個劇本出來 某一個中心中負責審閱 這班人審閱 你可以是有 業內人 可以沒有業內人 嗯 一些所謂我喜歡看電影的都可以的 是 好 接著你便找業內人去interview 業內人去interview 你有一些劇本想怎麽拍 你不懂拍我的 我的丁你出局 其實很公平公開的 其實不需要小圈子製作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遊戲玩什麽 但我告訴你 如果跟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做法 都是小圈子的 即是圍內的人都玩完 差不多 八至七十左右 不敢說全部都是 嗯嗯 我不敢說 因為其實 好老實地 誰拿到錢拍戲 其實大家沒有人知道 有公開過嗎 沒有的 沒有意思 誰給錢去投資 沒有的 他不會告訴你 政府投資 或者用這個基金給錢 沒有的 戒賴都沒有 業內人自己會知道 業外人未必會知道 行業內人自己會知道 我聽見你曾經都說過 其實今時今日拍片的錢 不是那些拍片公司的 其實外面有很多基金 只要你有個好劇本 你那齣戲有銷路 其實錢就不是那麽難拿 等於功夫 周星馳先生 他現在所有拍戲 所有錢都是基金公司給的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所以人家覺得劇本好 買你的劇本 其實香港有的 其實不只買一部 無間道出了名 有些小的電影 有些日本公司 是買了香港的劇本去翻譯去改 有的 這件事是有行的 只不過沒有無間道這麽大 證明其實劇本是好的 不過你這個無間道是厲害 人家覺得用你來 哇 香港多厲害 不好意思 很多年前都有的 不過人家的片不夠大 日本公司買了去改編 你香港電影圈不補他 都可以的 有的 有的 完全有的 做過的這件事 那就是說 你看一下 香港電影事業的問題 不是不夠錢 因為現在拍片的錢 有很多基金 很願意投資 如果你的影片拍得好 有好的市場銷路 其實錢是不是一個問題的 而那個問題 只不過香港創作 電影創作 劇本的創作 是很少很缺乏的 而過去 雖然我香港是拍過很多片 但是現在看回頭 那個片的質素 是很無厘頭的 在現時的香港人 一般人的要求水準之下 這些片 就不可能會再 好像以前都去看的了 即是說 現在的環境 已經不同了 香港人 就在這方面 就要跟進去改良自己 但改良的地方 就不是說 不夠錢去拍 而只不過 我們香港人的 電影創作 寫作劇本的方面 是很缺乏的 即是指負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可以這樣說 如果問題是這 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去挽救 香港的電影視 即是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具體做 其實就 以我個人來說 其實是有教育 教育什麼呢 不好意思 是教育一班的年青人 教育怎樣去看一套電影 電影欣賞的方面 第一 第二 就是培育他們的藝術性 他們沒有的 現在大家看電影 目的是什麼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 官能的刺激 官能的刺激 他們沒有去到藝術的水平去哪裡 其實香港的年青人是很慘的 其實比一些的 香港教育 教導 很黑板式的 在創作上 沒有的 我有些學生 他們經常說 讀這個班 讀我教的班 為何會在創作上好玩呢 在學校沒有的 譬如說 我們經常說 寫作 不是說先生說 今天要寫我的爸爸 你要寫我的爸爸 其實不是 創作思維很多 其實要training 好了 在藝術性上要訓 其實是否可以呢 我不知道 是否可以有筆錢 給一些中學 去開始 通識教育裡面 有一堂課 就是講電影 或者是如何電影欣賞 或者教大家什麼藝術 譬如說 其實大家可能會 不了解 為何要做這件事 因為這班 只是我們未來 電影的觀眾 未來的投資者 未來的導演 未來的編劇 他們的水平才有的 不是突然間大學畢業 我要做編劇 水平何來呢 有空作文 不是的 我們藝術情緒不高 要培養他們的藝術情緒高一些 通識教育 其實通識教育的目的是 希望做這件事 為何不可以將這件事 放下去 希望將我們的中學生 年輕一代 將他的水平 藝術的水平提高 什麼叫藝術 他一般了解了 我不是叫他拍藝術片 只不過是大家以後 懂得欣賞電影 就算我當投資者 將來他長大了 當投資者 他懂得投資什麼電影 懂得看電影 對嗎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看電影 我曾經的時間 每個星期有什麼新片 我一定要去看 我不喜歡租一些DVD 或者買DVD 在家裡的細銀幕看 我覺得 好電影在細銀幕看 我覺得電影 就是搞壞了 浪費了電影 還有我的經驗 在家裡坐在那裡 有太多的騷擾 三個小時看不到電影 你永遠都是看不到的 在電影裡 整個氣氛在那裡 在陶醉 在一個景象 我很喜歡看大銀幕 例如JP 我選擇 如果能夠去JP 我盡量去看 對我來說 電影就是這樣 但當然我過去 我還沒上你的課程 之前 我就覺得電影是一個娛樂 很開心 但我上了你的課之後 我了解到 其實電影是可以發揮到 很多社會的教育 而真真正正的好電影 就不是娛樂成份 好就夠了 很多時候 真真正正的好電影 是帶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令到對我們社會上 每一個人是一種啟發的作用 我覺得是 因為電影是深深影響 我們現在每一個文明人 而我們如果能夠把這個媒介 把握得好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好好的事出來 如果電影可以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在現時的通識教育裡 是真真正正應該有這個項目 因為這個實在好像媒介 我們現在整體的媒介 我們的世界觀 是很受這些一般的媒介的操縱影響 可以說它給我們的世界 是由它主管的 但一般人都不太了解 媒介影響我們的能力 很多時候可以說是被牽著鼻子走 我亦都看到很多社會問題 都是由這裡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教育裡 能夠有這個方向 這個項目 讓我們了解到 這個電影媒介 對我們可以有這麼深淵的影響 這是一個可以這麼說 在長遠來說 對我們香港的電視 可能是一個真正正的幫助 其實他們現在很多中學 都有叫什麼校園電視台 但其實是很坎坷的 因為我在環保署教了一班 有些小朋友上課 其實環保署就希望有一班小朋友 去拍一些叫環保的東西 廖西東局長就搞這個 course 我去教 我看了一件事 他們有些同學仔 都在校園電視台有份去玩這件事 但他們搞錯了 他們其實可能不知道 學校裡沒有教他們 什麼叫製作 什麼叫劇本 他們沒有的 是一堆東西自己喜歡拍什麼 其實搞亂了整個問題 在哪裏 他們以為拿一部DV 亂拍想拍自己 就是了 其實很多過程 你上我的課就知道 其實要學很多東西 製作怎樣 來一個high concept 才是一個high concept 然後去分場 怎樣做劇本 我們的目的想講什麼 其實他們沒有的 他們很簡單地 可能校園的先生 都不是一個資深的電影人 或者還沒讀過電影的 他教這些同學仔 可能有些老師 就去上一些 course 例如某某的 center 上十堂八堂 course 就去學校教了 其實這件事很坎坷 我可以回應一下你 在2000年那個教育改革 出了 當時 上一任才爺 就是要改革教育 在那段時間 撥了很多優質教育基金的款項 很多學校搞這件事 一波風搞的 即是有互聯網熱潮 一波風搞這件事 所以會形成 剛才阿Ray 你說的這個問題 例如有些學校的器材 放在那裡 不懂得用 例如這個阿Sir 上了某個 center 的二十堂 然後 教了幾個月 離開了 去了另一個學校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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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裡 沒用 政府怎麼監管 你連這些監管不到 你怎麼管三億呢 我想問 三億你怎麼管 好了 一個教育 你已經有些人管 有一班人管 你都管不到 你的電影發展局 誰管 我經常說 誰管 你怎麼管 你扮什麼人 這件事 麻煩你給個名字出來 你不要說 你胸口說白話 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說 其實你給電影人 其實我講真的 囚集資金 你好劇本 我相信 是有人投資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觀眾入場看電影的 這個是 這個雞雞雞雞的問題 我為什麼入戲院 這個劇本我都不喜歡 這個劇本我都不喜歡 又是這個劇 荷里活電影 韓國電影 你剛說這件事 你認識那個演員嗎 你都不認識的 你怎麼會去看他 我經常說一件事 電影不應該 是一個用大明星的制度 大明星是娛樂 你看法國電影 有多少大明星看 大明星不是那個大明星 獨立電影 很好看的 是 劇本嘛 大家要看故事 現在是 不是看明星 看明星就是來看那些 現在是 兩套也是他 三套也是他 落一畫 明天落畫 今天上畫也是他 又是那些演員 又是那些導演 麻煩你了 觀眾怎麼會入場 我剛剛昨天看完他 今天也是他 不過講了故事 都差不多 不過類型 都是愛情片 轉了轉角色 糟糕 你哪有觀眾 你不要當年青人傻子 很多資訊 知道很多東西 他們心想 我都會寫 你故事 我怎麼會去看你 不然就是傻子 大家 這是惡性循環 是的 所以我首先要用教育方面 沒有辦法 用教育方面 提高我們 新一代年青人看電影的水平 教他們怎樣看電影 或者怎樣做制裁 我上課程 大家要了解 電影是一個很偉大的東西 可以是一個很好的 很偉大的東西 一個信息 一個影像也可以 只不過大家如何利用這件事 我講衰點 利用 其實這是一個工具 就是作者論 其實我講電影是作者論 作者論 其實講過很清楚 電影已經跟文藝 文化和藝術 相提並論 然後我們做導演 或者創作人 電影器材應該是一支筆 那支筆就是 麻煩你寫你想寫的東西 說你想說的東西 這是作者論 你有沒有提倡的東西 很多大導演 都是因為作者論 去改變自己拍戲的手法 風格 好了 現在我們所謂的校園電視台 是否做這件事 我不敢說 小朋友自己拍自己的東西 也可以 所以我們想一件事 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但是是否一個好呢 我不敢說 即他去到哪個層面 當我娛樂層面 我兒子都在暑期班 很多去學一些拍電影 我覺得 在小朋友玩一下 就沒問題 去訪問 訪問一些人 訪問Movieland的老闆 我兒子就在做什麼 在某個程度上 我自己覺得 我是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但我上了你的講座之後 我看電影的層面就很不同 我以前看電影 可以這樣做是娛樂 當然有些很感人 但我未曾想過 那個電影 是可以用來提升別人的 心靈 或者我們人的情操 這個工具是很重要的 我昨晚和我兒子 半夜三家十點鐘 都祝他去看 Pursuit of Happiness 這個 Wil Smith的兒子 其實我覺得 背後的故事很好 一個人的奮鬥 可以在這麼困難的時間 在時刻 可以堅持和掙扎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教育來的 所以為何我會抓我兒子去看 其實我希望 有時候你自己不講得那麼多 有時候大家就去看一下 所以你不要經常看屎尿屁 嘻嘻 嘻嘻 對 10點鐘 看到12點鐘 今天 他姊姊叫他 今天早上這麼晚睡 他不知道爹媽媽 昨天看到我這麼晚的電影 Way 時間差不多 我想看看你會不會做一個總結 你看看你會不會跟我的看法 我聽了你剛才的說法 其實政府去做這件事 我聽你講了之後 其實這三億都是 都是 放下鹹水海多 未必 他如果 他都會做到一些好事 一定會的 有的 但是 可能完了之後 都是 打回原型 其實這是很長遠的計劃 不是隨便拿三億出來 你裡面真的要很清晰 而且 好像說的 誰管 誰批 這個很重要 但如果聽了你講 過往政府所做的事情 我成效似乎都不敢 不敢說 我們覺得 要看業內人 大家業內人怎樣去看這件事 當然 各種人贊同 有人反對 業界一定有的 但是 反對聲音是不是對 或者贊同聲音是不是對 我覺得大家要用智慧去想一想 政府 尤其是政府用智慧去想一想 政府用智慧去想一想 在經濟學的立場來看 始終政府用那筆錢去製造某個行業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那筆錢是令到另一班人 是沒有了這筆錢去發展的 永遠都是這樣 政府做了一件事 不是貧空的錢製造出來的 是找其他人的錢拿出來用在那裏 所以 在自由市場裏面 和香港過去的風格 都是不希望政府多多干預的 指助某一個行業 而且官僚做事 始終過去的效率是一項一般的 所以我聽到 大家都希望香港電影史 曾經是這麼風魔一時 但我們可以看到環境的變異 以前的電影 今時今日就不會有人再看了 香港的電影是需要越來越變的 我們得到的結論 其實是一個長遠的教育 香港人本身的質素教育 香港人對電影的 扮演角色 要一個高一點的層面了解 我們香港電影史 長遠來說 才有更有希望可以再進一步 OK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星期再會 OK 謝謝大家